上班 加不完的班 上班前面是 上班这档事 外面是 大衙 爱吃菠萝包 金黄酥脆又檀牙 上班排列也愿意 尝过豆酸很好吃 哇 上班的家吃面包 难怪变成被狗猪 好 果然就当老师的料了 是个无妙的 你是直接就可以背下来 没有 人类四句 你这样 你这样在香港的素食餐厅 你可以获得一个汉堡包 好游戏跳的 對啊,今天要講到就是上班族有時候吃便當吃膩了 然後又加班的困擾 對 麵包趕快拿來讀一讀 那是,麵包是毒物耶 妳喜歡吃麵包嗎? 太捨了 妳是貝果族嗎? 我覺得我是 我覺得吃下去的東西它非常好吃 可是它一定會讓你肥 麵包,我覺得那個口味啊,老師講的沒錯 對 其實吃下去像毒物這個來講的話 因為它太紮實 那個熱量有時候我們不知道吃下去多少 講到食物呢,除了小白雲會出現之外 還有另外一位 她是我美食 我們美食的殺手 她是夜生現在公認的一個體驗 我們來拍攝試驗宜珊老師 我們來拍攝試驗宜珊老師 我們來拍攝麵包打人郭彥虎 我也超愛吃麵包的 對,我特別愛吃巧克力口味 你看 真的 愛吃麵包就是 不是說吃... 你剛剛手舉起來我們會看你中間的 好,大家歡迎麵包吃不胖 文如 我也是一個很愛吃麵包的人 而且對於我們這種老外族 就是三餐老是在外的人 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拿了一個麵包就刻起來就很棒 對,就很簡單 而且有時候肚子餓吃燒夜的時候 也很方便 然後感覺熱量沒有那麼多 對,就會不停的吃 對,我們歡迎許聖梅 聖梅 你把這個打扮成麵包啊 你不覺得嗎 哪有這麼漂亮的麵包 真的 你那個人很頭 很精緻 很紮緻的麵包 你幹嘛真的是很精緻好不好 沒有了 所以你自己愛吃麵包嗎 我愛吃 而且我喜歡吃貝果 我中午才吃 貝果在麵包裡面是在低熱量的 真的齁 對啊 可是它那個很紮實耶 很紮實耶,厚厚的麵耶 可是抹奶油就變高熱量了 對啊 而且你吃貝果 我自己做個實驗 因為我胃有時候 沒辦法很好消化 那貝果吃下去 那個胃有時候會很不舒服 脹上來 這樣才不會胖嗎 不是 我自己也是胃會的 因為可能 你剛吃一個燒辣便當 然後又買一份麵當勞 欸麵當勞 你也有吃嗎 共飯結構 我一直誘惑我吃 害我多吃了好多 講到麵包 為什麼你們那麼喜歡吃麵包呢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克勞德 因為我覺得它除了 真的方便以外 就是 隨時你都可以 抓一個就走 吃完可以再吃 而且我覺得超級沒有責任的感覺 因為都沒有飽 對,都吃到沒有飽 我覺得超級沒有責任的 對上班族來講的話 這是很方便 超級方便啊 就是麵包店到處都有 不用花時間在吃東西這些事情 就是你也不用想說 我到底要中午吃燒辣 我到底要吃什麼飯 什麼飯 然後又都搭配組合 反正那個麵包 都是一包包給你嘛 你覺得這個看順眼 就拿這個吃了 而且經濟實惠 對啊 對不對 小白雲喜歡嗎 他蠻喜歡吃 而且我今天吃鹹的 我不喜歡吃甜的 有蔥啊 肉鬆啊 熱狗啊 對對對 好餓 好餓喔 好餓 好餓 而且 橘子也愛嗎 我超愛的 我超愛吃奶酥麵包的 而且重點是我覺得 奶酥很肥耶 對啊 可是吃下去超扎實 然後重點是他 就是他也很便宜 然後像我 我們中 我以前有間公司的時候 那個下午三點半的時候啊 公司裡的媽媽就會叫他的老公 去那種菜市場找那種十塊錢的麵包 然後就是各式各樣的 有那種油的啊 鹹的啊 還是甜的啊 紅豆什麼各式各樣 他就會買一大包一大包 一大袋一大袋 然後大概五大袋吧 每次到公司來跟大家一起分享 都覺得 好滿足 像我覺得男生 因為每個人都會想吃 因為很多百貨都開那種 呃 麵包店都開那種什麼 捷運的地下商店 然後你出捷運站 你就會被那個香味這樣飄過去 超香的 我要特別推薦我們 他們是沒有找排隊主 每次在那邊流浪 為什麼 好像逼你進去也要排隊 真的 然後像我自己 我們自己也會找 像我們 我很推薦我們龍頭樓下的那個麵包店 他們族 龍頭啊 蜜豆吐司 然後我們每次都會拍 一個直升下去 搶買我們這一班圈 所有人的 然後還有出像這種 這種好像裡面是包巧克力 它叫法式吐司 然後這個是 脆皮酥裡面 是包巧克力跟奶 看起來好好吃喔 他很認真耶 他自己帶他龍頭百貨的 等一下可以給大家吃 對 客人非常推薦 你說那個龍頭百貨下面賣這個 他幾點之前就會賣完 他大概六點半以前就會賣完 所以你六點以前一定要去排隊 然後三點的時候他有一次出爐時間 所以你一定要去排 那時候還是熱的 這位是冒煙的 就是有洗泡的 哇 都是媽媽在那邊 有沒有 媽媽還綁頭肌 不要理我 我會排隊 我如果沒記錯同一家 他是 英語演技達上千萬對不對 應該是這一家 應該是 就是我現在講的 這麼高 好恐怖喔 還有很多年前曾經想開麵包店 結果呢 沒有太太 被英文擊垮了 這個信心 英文一直蓋過麵包 好啦 英文啦 英文 我跟你講麵包很可怕 因為他除了三餐正餐可以吃麵包 你可能吃兩個三個配牛奶之外 可以當零食 可以當零食 也可以當零食 也可以吃整餐 他才賺 我跟你講 不過我們問一下 麵包的保存方式 英文老師給我們點建議 麵包如果說是鹹的麵包 裡面有肉的話 你可能今天沒吃完 最好放在冰箱冷凍 好 冷凍是最好的 因為冷藏的話 因為冷藏它會把水分抽乾 就是變成 可是冰過就不好吃啊 對 好 你冰凍之後呢 接下來你解凍 拿出來要解凍啊 你吃冰凍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用冷凍方式在解凍的話 它裡面水分 保水性比較多 會比較好吃 那最好能夠放在烤箱裡面 稍微烤 烤之前呢 能夠噴點水 其實它味道都一樣 還噴水了 不過我問一下燕福 你主持人美食捲我 看你們的鏡頭前都好好吃 好好吃 那是鹽的 你要在那邊握我嗎 他們這種出外景 怎麼說那麼多 他們這種出外景 多辛苦你知道嗎 唉唷 你看 可能一天下來 吃幾天啊 他至少是四五間餐廳 然後吃的烤包是同類型 然後還真笑 我們同一天 我們要吃蔥油餅 要吃紅豆餅 然後要吃麵包 然後還要吃蛋糕 都是一樣的 然後一家店 停留不到半個小時 就走了 所以常常人家問我說 你們上一題吃了什麼 我從來不記得過 因為已經滿到這了 但是我吃過最好的麵包 是那個 在華航旁邊 有一家那個 是那個 丹麥菠蘿 喔 厲害 我的天哪 為什麼沒有帶來 我怎麼會帶來 我吃完了 怎麼會帶來 那個丹麥菠蘿 那個吃起來 他的表皮就像是 以前 以前 黑人我們那個年代 不是有那個葡萄派 那種 那種酥餅嗎 我是心理人生的 真的 就是有那種 脆脆的感覺 而且那個麵包 就是你在吃的時候 菠蘿麵包很難說 你拿在手上 你刻完它之後 你手也不會有油油的感覺 喔 他們已經幫你吸油 超棒 超好吃 我覺得麵包就是你便當 只能吃一個 但是麵包我可以說 我可以選兩個 甚至三個 為什麼他可以這麼受歡迎 他有一些什麼特性呢 因為他的食材裡面 麵包其實他主要是麵粉 對不對 麵粉還有奶油 一定奶油含量多才會好吃 要甜又油又香 所以麵包好是一定要油多 譬如剛才說的菠蘿奶酥 菠蘿麵包 在賣菠蘿 那個都是又油又酥 又甜又香 可是儀芳 你今天要破壞你的專業形象了嗎 我覺得你蠻挺麵包的耶 對 可是他雖然這樣子 又油又酥 對 可是我要告訴你 吃完到底對身體有什麼不好 就是每個人要吃麵包之前 要為自己負責任 對 吃麵包之後 你會變什麼樣子 吃起來比較像他 我覺得 偶爾你還是要把你那個煎起 雖然麵包好吃 可是呢 我還是會挑很好吃的麵包 但是量不多 重點在這裡 絕對不能多吃 到底是什麼美味麵包 讓徐瑞老師願意跟黑人接吻 XXX要好吃 到自己熬 全XX不能買 萬能熟動 欸 那個是 好 好 好 這次的感覺 你們可能會想說 我三餐要吃個麵包 可能熱量不會很多 可是呢 你們知道說這些麵包熱量有多少嗎 我們譬如說早餐 我們如果吃菠蘿麵包加蔥花麵包 你們再猜猜看熱量有多少 菠蘿加蔥花 你們知道有人這樣配的嗎 對 我的早餐都這樣吃欸 妳都這樣吃 沒有牛奶喔 只有這兩個麵包而已喔 就是這兩個 不能喝個水啊 對啊 吃完之後就會誰可以耶 一模一樣嗎 多蘿加蔥花 我就吃完蔥花麵包 因為鹹鹹的 然後後來再來一個甜點 這樣子 如果吃完看到蟑螂為什麼沒有 對不起 好啦 以後 待會你就亂哭一個 該不會這樣又要哭吧 麵包醉欸 不要這樣 好啦 好啦 熱量多少 大家看看 等一個飯糰加的豆漿 880大卡 你便當還要多耶 飯糰加豆漿 好恐怖喔 跟這個是等化上等化 對 880 因為有點扎實 我覺得飯糰加豆漿比較薄耶 菠蘿跟蔥花好像不薄 還好啊 因為飯糰比較 麵比較扎實 我感覺比較不好消化的感覺 而且它就是糯米 而且它這個菠蘿跟蔥花 它還沒有飲料 如果再加一杯奶茶 奶茶 或幹嘛的話 就更厲害了 更高了 蔥花在哪裡 菠蘿加蔥花 這個蔥花 這個加這個 這個加這個 這兩個 對 而且這個菠蘿是台式菠蘿 沒有跟你講是日式菠蘿 日式菠蘿可能更可怕 老師要不要先吃一口是嗎 菠蘿超好吃 可是你的手捏到 憲哥他嫌棄你 只要 哇 好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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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不講不出 他還反我的手 我家還要再一個 很想吃 因為麵包 這一集 就可以讓你搶 好 麵包就交給你 交給我 通常早餐都會吃鹹麵包 不管是什麼熱狗麵包 或者什麼沙拉蛋麵 就裡面一定要夾東西 這種麵包 熱量會比較高嗎 會 加個沙拉就熱量差不多 加美乃滋 而且你知道那種 肉鬆麵包 就有分上面有起酥 對 我喜歡吃美乃滋的 你知道嗎 就是美乃滋肉鬆 好 我覺得剛剛我們老師說 菠蘿麵包跟蔥花麵包 加起來880 對 可是台式麵包還有很多 即使 我要奶酥 我是喜歡吃奶酥 我們來看看熱量 菠蘿熱量有多高 如果我們今天講的是脆皮菠蘿的話 大概407大卡 大概407大卡 好可怕 對 你其實更不急 像你剛才吃那個菠蘿麵包的話 大概有350大卡 好可怕 那我剛剛那兩口就50卡 對 因為你蠻大的 蠻雜的 可是它什麼裡面都沒有包 就是它需要油跟大量的奶油 才有辦法做 而且它的皮是用什麼 一定要糖 奶酥呢 絕對喜歡奶酥 我喜歡奶酥加肉鬆 喔 奶酥肉鬆的 嗯 奶酥就奶酥 肉鬆就肉鬆 對啊 沒有 就是先吃完奶酥 然後吃完甜的之後 又會想要吃鹹的 對 奶酥麵包 熱量也很高 408大卡 好高 其實有奶酥啊 所以算還蠻大 奶酥在哪裡 那個點點的 而且要點點的才好吃 如果沒有點點的話 對 那個點點超好吃 很可愛啊 天的對不對 不知道它怎麼可愛 喔 好 這是什麼 超過的 都可以拿出來啊 放回去繼續買 等一下吧 我把這樣夾到也被人 欸欸欸 老闆不是我弄的 最後一個是 夾到就這樣 你看這408卡奶酥 是那種 看不到很多奶油那種奶酥喔 如果裡面感覺上 是好像快爆漿的奶酥的話 熱量更可怕 有一種那種鮮奶油做的 我不要來一點奶酥 對 很可怕 因為它這種奶酥貼在牆壁上那種最好吃的 吃一口給大家看 因為奶酥好吃就一定要有 麵包吃麵包 真的 你怎麼臉這麼皺 肉鬆麵包拿出來 肉鬆麵包好吃在哪裡 一定要有沙拉醬 沙拉醬多沙拉醬 對 美乃滋越多越香 對 美乃滋越甜 應該有破500吧 我想 對 有人喜歡這個嗎 我超愛 小時候我和我哥都吃這個奶大的 這個大概只有390大盤 因為它乳液最主要是 三字頭了 對 三字頭 398 也差不多啦 差不多 差不多啦 可以吃兩個 葉浦要不要客人 390 我吃這個就是完全可以回到小時候的感覺 小時候我們就是吃這個長大 也就一人一半 不要全部是不是 不用 好吃 好吃嗎 這個肉鬆是少見 因為肉鬆大家喜歡吃酥的嘛 但是放在這個上面 它是濕潤的 大家是可以原諒的 但是又很好吃 對 它主要是有美乃滋 對 有美乃滋才香 可是很低級 有時候美乃滋不夠 我還自己在家 打一個蔥花麵包 上面的蔥花麵包 感覺上不是很油 這個嗎 從這個為主 這個還算小的 對 大概350大卡 這不多 這個好像是有越來越大 350喔 對 因為它不多 不大 可是我跟你講 真正的行家 蔥花麵包不是吃正面 是吃下面 背面 對 有煎蛋 這不夠 這是油油酥酥的那樣 對 而且我覺得蔥花麵包 是早期的做得比現在還好吃 早期的下面都會有那種感覺 黏一點鍋底有沒有 對 像鍋底那樣的感覺 九九五 你幹嘛講我重複的話 我剛剛講出這個意思 我聽錯啦 聽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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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你喜歡蔥花的嗎 我 你是一個 這樣什麼都可以接受 我餵你 不會吧 真的嗎 這樣慢慢會不會被打我 不會啦 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不在乎 不會 好啦 哇 辣妹吃麵包 哇 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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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吃 你有報仇 對啊 蔥花是基本款 嗯 不是 謝梅你吃這個是因為你喜歡 還是你覺得熱量低 有些女生挑這是熱量低 我都喜歡吃麵包 麵包我都喜歡 所有的 蔥花好像買去 就是大家都可以接受 對不對 對啊 每一個人都可以接受 而且它真的比較香 因為它這個背的 背面的這個 好香喔 這個還不夠油 真的要是剛彥福說的那種 油油厚厚厚厚 有點像那個什麼 煎餃下面的那一層 鍋貼那一層 鍋貼那一層 對 尤其這個最適合是那種 十幾年二十年那種 老店師傅那一種 好麵包的 推出來 天啊融化了 而且那種柔麵的 你會覺得 那個麵糰裡面有它的汗水和淚水 對 這會鹹鹹的 這會鹹鹹的 這會很鹹 那那個味道鹹的 這裏冰啊 那麥頭吃起來都鹹饅頭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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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上台式紅豆 對 那個大概 女生好像都蠻喜歡紅豆 對 307 307 好香喔 OK的 OK啊 我最近發覺有家紅豆麵包很好吃 因為它紅豆是自己現做的 紅豆麵包要好吃 那紅豆一定要自己熬 不能買外面紅豆麵包 好香喔 那個是我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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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 鏡頭可以影響 我的天啊 這好差 好扎實喔 這線也太扎實了 裡面的滑稽 因為有些有加滑稽 沒有過分了被你咬一口啦 對啊 很不可以 是兄弟的話就是腳同一口 小 小 老師要不要來一口 欸這我們兩個一起那個 換我這邊 這樣對吃要不要 你老公會不會生氣啊 我是不是下去 你對吃那你老公會不會生氣啊 來一口啦 來一口啦 我吃不下去啦 你要打破那個 就是對吃那種感覺 我們要當 節目就是要派對的感覺 來啦來啦 超兇 老師好兇 我吃不下去啊 欸你看這線 好不好 好不好吃 好不好吃 我記得 永恆的那個moment 哇好扎實喔 這個熱量 剩低的 剩低啦 怎麼會呢 是目前最低的 你發覺其實紅豆麵包做油就不好 欸芋泥呢 芋泥的話 有人喜歡芋泥嗎 哪 愛保養 很香啊 甜甜的這樣子 是 那紫色很拿 對 而且是蘑菇的 是不是 對這個是芋泥 這個是芋泥 要剝開給他們看嗎 是 快一點點 剝開一下 有有有 愛保養 你吃吃看有沒有 因為我肉眼好像看不出來 我老實說我受不了 超發紅色的 紅豆麵包 我再去顏外吧 它再邊邊一圈 一點點 芋泥麵包多少 三百二十幾大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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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是還好耶 所以現在最近就是 紅豆麵包 很奇怪耶 我也紅豆很高耶 對 紅豆麵包我就說它不油嘛 它裡面線也不能油 它只是線而已 對不對 接下來那是克林姆是什麼 這個啦 克林姆那個 上面有一圈的 這是一圈的 那種麵包店也常常會有 它叫克林姆 克林姆 Cream Cream 老師一直猛吃紅豆 猛攻擊紅豆 你知道客家人是講紅豆 客家人是講紅豆 真的 對 我跟妳講 紅豆麵包 有悲慘的回憶 因為我到那時候啊 很窮 北一女 很愛吃紅豆麵包 我不是哽咽 我有點 喝點果醬 欸我印象很深刻 我住內湖嘛 然後我們那條街上 有一個傳統 剛剛彥福說那種 傳統的老麵包店 然後它八點以後 當天沒有賣完的麵包五折 喔 你在等那個下課 我在等八點 八點我才進去買五折的紅豆麵包 多可憐 所以 哇好酸酸 好酸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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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現在微風 差不多快九點半 那個 那麵包買三送 我都在那邊等 那你母是三百二十九 那很差 欸 那可憐母是這個嗎 對 是這個 那cream不是嗎 我什麼都來 為如妳要不要 因為它裡面加很多麵粉 去勾芡 它其實裡面真的cream量不多 好酸酸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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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嘛配這音樂 很壞 因為它要送去人家的胃 好厲害喔 因為我會喜歡吃它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它皮真的很軟 看一下內線 很軟 鏡頭看一下 來撥一下撥一下 哇 這這這台式的 台式的克林舞就是這樣 看到嗎 裡面有包什麼嗎 它其實就是少耶 它其實就是最難的 你在那邊鹹什麼 怎麼那麼少吃光不少 親了什麼臉啊 便利商店的克林姆還蠻好吃的 而且它裡面的料粉 很紮實 很紮實 克林姆其實就是麵粉 加糖 加一點點油 加一點色素 對 其實是這樣子 是不是不營養 對 是不營養的 你不知道的恐怖陷阱 一個麵包熱量高的嚇人 每種是那種 就是有中間有布巾 上面有水果 因為我自己比較喜歡 跟你一樣喜歡吃那種高級的麵包 然後我就想要有時候吃那個 你再配上花果 什麼 原心 因為原心要的答案是什麼 你們跟我一樣嗎 就是我們以為菠蘿是沒有餡 我每次選菠蘿是以為它熱量最低 應該比較結果 對 我有錯了 你知道那個日式菠蘿很漂亮 對不對 上面一個個個厚厚的甜甜的 對 熱量大概有550大卡 啊 真的補起來那一顆 對對 850耶 雙胖應該漢堡一樣 對 補起來那個就像你上次雷射那個 真的一格一格 一格一格 我怎麼講出小秘密呢 我怎麼講出小秘密呢 真的啊 他那個沒推就是你知道 非說好不好 非說 非說啊 我們不要忘了這種 那種台式的麵包店 還有我們很喜歡買白吐司 對不對 白吐司的熱量呢 白吐司大概一片齁 像那邊白吐司的話 這個 片大概180大卡 嗯 沒有180大卡 對 老師不要胡說八道 真的 真的嗎 你知道嗎 一條白吐司大概960大卡 一條白吐司 那如果吐司在抹花生醬抹什麼的話 再加個火燭 花生醬一湯匙大概85大卡 一片就要200去了 嗯 如果這樣的話 對 815 大概180 200多 早餐店那是等於 它是等於半條吐司切成4片 對不對 厚片的 那一條吐司是960 5 4片的話一片多少 算算看 現在是數學 240 240 可是白吐司好像對大家來講 對大家來講 我覺得它很少 熱量很低 對啊 而且我也有糖 真的 那這樣我肉變成全麥呢 對啊 全麥其實也差不多 也好不到那裡去 那葡萄麵包可能 熱量更加 現在的全麥未必也真的都全麥了 對 真的喔 好強的 但是價錢差很多欸 對 可是全麥麵包有個好處就是說 因為它裡面是算DGI的 DGI吃 如果說我們吃很 DGI 就是第一宣傳指數啦 然後我們是真的是 那我們真的吃一下全麥麵包 而且是真的很純的全麥麵包 因為小兵剛才說那家的全麥麵包的話 它其實是比較不會讓血糖上升 是比較不會胖的 但是目前很多全麥麵包都是加的 然後裡面加很多油 然後呢就是加一些麥膚 相對 都不是真的 可是吐司這個是 有沒有人在家就自己做早餐 自己就是煎火腿然後煎蛋 然後加這個 對加在裡面 而且我一次就是兩片吐司啊 對啊 都加三層啊 你這種是比較愛吃的 都加三層 就是蛋跟火腿 然後在上面是菜啊 飽足感 然後在上面 再蛋跟火腿 然後再加其他一個起司 你乾脆把媽媽也疊上去 算了 我的是那個 一層吐司 然後一層巧克力 然後再一層吐司 再一層花生 然後再一層吐司 誰幫你做 自己弄的 可是這樣吃下去很有濃郁感 而且花生醬 一定要吃那個有花生力的 雞比你很養生 多 克里洛花豆 好吃 好勉 好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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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樣早餐吃完了對不對 對 那我們來看看 中餐吃什麼 中餐 我們就很簡單吃個丹麥菠蘿 跟五個小可可 丹麥菠蘿就這個了 對 百分丹麥的喔 這上面是那種酥皮的 酥皮的 它熱量是925 當你鍋天10個加酸辣糖 925 好勇氣 你說這個叫小可頌 對小可頌 那種可頌上面還會淋上一些那個蝴蝶 對 讓它能夠更耐脆 我公佈一下 一個日量三百四十大卡 一個 那麼小一個 一個日量134 一個喔 那麼小一個 這種沙午茶也會出現 對 一個一百三十四大卡 一個 一個 這麼小欸 對啊 這個 你出三百 一百三十四大卡 一百三十四 一個這麼小的 你就帶回去如果已經軟掉了 這梅的麵包吃完了耶 我吃完了耶 那要再換一個嗎 好等一下馬上你要什麼 我就馬上給你 好不好 我等一下跟你對吃 然後再來丹麥吐司 丹麥吐司是什麼 丹麥吐司我們都很喜歡吃的 這個嗎 對 那一般有四片對不對 它為什麼叫丹麥的 因為它的做法是丹麥麵包 它那個就是丹麥麵包 就是這樣子 又油又酥 對 跟法式麵包 那個可頌是法式的 嗯 拿出來給大家看一看 其實不管是可頌或丹麥吐司 好吃在哪裡 好吃就是你的奶油要選擇 一層一層的那個 就是奶油不能有反式脂肪的奶油 那熱量也很高喔 這要拿中間的 那我們先講一下 一遍呢 你們要吃這種丹麥吐司 一定要選擇沒有反式脂肪 沒有切完 沒有反式脂肪的 我要問一下 它的味道 那味道如果說有點化學的味道的話 就不要買 什麼樣叫化學的味道 你看 要有天然的奶香才可以 有沒有丹麥風景 有沒有丹麥風景 如果說那個香氣太重的話就不好吃 要收拾剛剛炸雞的味道 好這樣聞不準 你要聞中間 這樣夾起來 夾得聞呢 老師才聞得出來 為什麼 什麼叫做化學的味道 其實喔 有些是天然的 有些是粉學 化學味道聞得出來 這還好才okok 他其實 你會發覺他香精味道很重 就不要吃 為什麼呢 他們有那個南亞素食的味道 來 因為香精很重 哇 三秒焦咧 南亞素食 還沒有出瘦肉精 還剛剛在聞一個木頭 因為這跟很多女生很重要的 因為這跟很多女生很重要的 明明就很香 你們這些人很沒良心 老師我沒有這麼近 聽你講過 不要變啦 親一口親一口 親一口 哇哇哇 我在心中 我們彼此是一種尷尬的moment 然後問一下一方老師 就是當賣麵包還有很多種 有一種是那種 就是有中間有布丁 上面有水果 因為我自己比較喜歡 跟你一樣喜歡吃那種高級的麵包 然後你就 喔 然後你有時候吃的 你把你自己歸類為老叔的那種人 然後你就想要有時候吃那個 你再配上花果茶 然後就說哇塞 自己在歐洲 那那種熱量高嗎 歐洲嗎 高啊高啊 你知道那一片吐司多好的熱量嗎 你說丹麥吐司 對 剛才那一片417大卡 一片 我要吐出來了 這不是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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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要有油 而且要熱熱的 那上面有什麼呢 還有一些雞吃在裡面 剛剛他說這個裡面 麵包奶油要多才會好吃 一片 好驚人 好驚人 天啊 我天啊 太可怕了 這就是400多卡一片 對啊 我跟你說 所以因為說我不吃這種東西 罰不來 真的 你的包餡我也沒那麼高的熱量 你對紅豆很有可能 對 沒有推銷紅豆 對不對 你這個沒有餡 你長那麼醜 什麼料都沒有 好熱量 所以我不吃 好多人家 好多人家 老師 我覺得他在北藝女那段時光 確實讓他烤上台大 就是紅豆都有幫助到 真的 欸接下來又是丹麥菠蘿 丹麥菠蘿 好 剛剛有講到丹麥菠蘿跟五個小可頌 就是鍋貼十個和一碗酸辣湯 丹麥菠蘿應該非常熱量夠 好恐怖 440號 這個這個這個 目前最高 目前最高 然後下面是丹麥的 對 這看起來還不油喔 哇他這比 那家可能熱量更高 好油 440 有人喜歡這個嗎 這人不要來一點 超愛 這個真的超好吃 沒有吃剛出 又下面包又上去餅乾 這個是 要留下來 等一下我看 精華掉了 這個熱量不算很高 這比較小 高中很愛比有沒有 沒有 他裡面麵包奶油香很 而且他裡面麵包感覺又很千層那種感覺 對 吃起來超正點 導致一直用紅肉 不行喔 受不了了嗎 你要不要一直吃完啊 他紅肉吃了 你拿走 我一直很怕 好吃喔 這家還好 這家還好 你講那家比較油 比較好吃 還好 因為它的菠蘿它只有厚而已 沒有酥 裡面 照理講它裡面應該有甜味 就是要內裡的那個 對 用軟香濃花 它知道沒有讓你嚇到的感覺 這是大碎麵包 大碎麵包 那人也很喜歡大碎麵包 這個 好棒喔 超好吃的 這種是歐洲風情的 這個很棒 對不對 對 可是它頭痛 這個大碎麵包 有點比較軟齁 我估它熱量大概400 但是有些大碎麵包呢 它感覺比較油膩香的話 熱量更高 這麼大的才400 對 因為它其實就是 最好吃的其實就是 添我最近新開那家 喔 你對這方面真的有研究 那這個呢 這個是裡面 我也那軟 法國麵包 我也那 軟法 這是我兒子的最愛 對 軟法 軟法這個超好吃 那這個給你帶回去給大家 這個比較像便利商店的 來放口袋 放口袋 這個呢 這幾卡 這是便利商店大概250 可是呢 如果外面好像 牛奶軟法才250 最近開的那家的法國 像這種軟法麵包的話 我450絕對跑不掉 對 它目前在某個地方的 三條100的 那個也大概450是跑掉 就是微風 微風的地下室那一家 我知道 大蒜麵包跟400多卡 大蒜麵包大概400卡 因為它這個 400 算起來還好 可是如果說裡面 比較油膩好吃的話 應該是五六百 跑不掉 真的 不過吃法國麵包的時候 你們會塗果醬來吃嗎 可以塗果醬 奶油 或者是那種香蒜醬 切成烤得脆脆的在塗 那老師果香的熱量 哪種比較高 比較低 應該是油的最高 花生最高 後面還有一個 奶油 巧克力嗎 這個嗎 這個 有 那它的100公克 這個奶油下去不得了 100公克大概723大卡 725大卡 有 100公克 一大池大概是109大卡 我問一下聽說好像純奶油 如果你真的要吃奶油的話 純奶油是比什麼乳馬鈴 或植物性奶油好 對 因為植物性奶油會容易產生 會容易產生皺紋 對 很健康 可是 那整條的話 大概是 整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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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擦 那要吃多久才會產生皺紋 很快啊 很快就有皺紋 很年紀 巧克力醬呢 巧克力醬呢 一大池大概是 45大卡 因為它比較西式 應該花生醬很高 花生醬的話 一大匙是85大卡 85 一大匙 一大湯匙 今天小白雲異常的低調 你是怎麼了呢 他吃素 我吃素 是嗎 麵包也是素的 我選擇 小白雲 其他果醬的話呢 大概是50到55大卡 跟每個廠商不太一樣 每個廠商的產品 其實不太一樣 那要選擇草莓就比較好 我覺得我也不見得 其實不用塗果醬也很好吃 真的好的麵包 根本不用什麼塗 就很好吃了 真的 真的 晚餐的部分吃 晚餐有些人說 我要健康一點 我吃個核桃雜糧麵包 那應該很低 其他熱量等於牛肉 牛肉鞭 這麼好熱 牛肉鞭 牛肉鞭 超誘人的 牛肉鞭 為什麼 我講的是 那個什麼 黑麥雜糧 雜糧 這個我都把它當宵夜吃 這一家晚上 宵夜嗎 對 有時候晚上 肚子餓的時候就吃這個 他很健康 可是 那整條的話 大概是吃你84大卡 整條啦 整條啦 比主事還多 對 一星多卡 那我們還不如去吃麻辣 對啊 可是你知道嗎 他很紮實 誰要紮實 而且他 他很紮實 而且這樣麵包越咬越香 對 你晚點再吞 你越咬會覺得越香 吃他之後呢 他的維他命B群含量比較多 所以女人吃這種雜糧麵包 可是要一千多卡 一條吃下去 沒人叫你吃一條 你頂多吃兩片就飽啦 黑妹雜糧是 一千零八四大卡 那第二個是 嗯 核桃雜糧 剛剛說起來那裡很正 對 一條是 一千一百一十二大卡 那是一零八四 一零八四 一零八四 那是那麼大條喔 有點誇張 那核桃好高喔 核桃雜糧的話 一一一一二 哇 現在都是高的耶 可是那邊的大條 整個大條啦 你剛剛老師說整個大條 紅豆用葛的話 他的熱量是 也是一一四四 哇 我都抱歉 一是很大條啊 為什麼越 因為他整條啊 為什麼灌上雜糧之後反而越 對啊 我以為這樣好像很親自 可是你知道嗎 這家的麵包 它是用橄欖油做的 很健康很養生 所以我最喜歡的麵包 是這家麵包 所以老師你用肉眼 就可以看出來是哪一家的 當然啊 厲害 我是麵包達人 可以參加材料嗎 而且我們也OK 老師要吃一個嗎 要一個啊 我也要一個 老師要破戒了 可以嗎 可以啊 我可以餵你嗎 不要好了 我不敢 OK 不要 讓我餵吧 不要 讓我餵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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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火草很好 這火草很好 很緊張 他好氣啊 雖然我在經濟上 沒辦法滿足你 你不要開玩笑 現在我可以跟你吃麵包 你真的不要開玩笑 你真的不要開玩笑 還要做還要講 未來 你用十年的時間 我帶你吃大餐 奶酥炸糧 那個奶酥炸糧 那個奶酥炸糧 真的太玩笑了 奶酥炸糧 奶酥炸糧 396 因為它比較少 396 396 396哪裡有奶酥 這個小的 這個 老大剛拿的那個 這個是奶酥炸糧 我打開來看好了 是黑人哥剛才拿的那一個 是嗎 對 中間是奶酥 然後它的麵粉 是雜糧的麵粉 對 所以這個也比較營養 對 396 很低耶 這比剛剛的台式菠蘿 是407還低耶 所以其實我們為了營養 說什麼雜糧 熱量反而是 不要吃太多 對 不要吃太多 它其實很大草 有時候我們只要吃兩片 就很飽啦 老師剛剛你吃那一片 大概多少 一片的話 一百 有沒有 不到一百嗎 沒有 不只不只 大概一百五一百八左右 一百八 所以你是可以接受嗎 29塊 當你吃那一片 你這樣可以接受 可以啊 OK嗎 OKOK的 老師可以吃 我們就一定要吃喔 你知道嗎 可是老師他只是一片啦 對 像通常如果說 一吃像我可能 三片四片 這麼多 熱量就很高 就很多了啦 可是我覺得 我剛剛已經講了 除了我們早午晚三餐 正餐吃麵包 我們點心 還是麵包 尤其上班族 對 他們高點 有時候必須要吃東西的時候 然後又再加班的時候 弄個麵包 點心沖一下 對 而且現在那個上班族 廚房都有烤箱 這很方便 沒錯 對 第一這個點心是什麼 肉桂圈 肉桂圈 是哪一個肉桂圈 就這個 而且這是很紮實的 對 這跟咱們雙胞胎是有意思的 郭市的熱量應該很高 我覺得 我是查那個美國的網站 它的熱量好 大概是300大卡 啊 屁耶 對 我也覺得不太像 好不可能啊 這那麼大一個 換算單位是不是錯了 沒有沒有沒有 接下來是蛋塔 那個蛋塔真的讓我 比較訝異一點 這個 它的熱量 對 這就是我剛剛說 那個每個月業績 上千萬那一家的蛋塔 超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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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漂亮喔 一個331大塔 一個 33 有人特別喜歡蛋塔嗎 36 你咧 現場把它吃掉啊 對 因為它蛋塔非常酥脆 可是這個 這蛋塔 這蛋塔好黃喔 裡面 它的皮很厚 有人不喜歡吃那麼厚 比較高的蛋塔 對 可是像我喜歡吃蛋塔 是因為蛋塔很甜 而且我喜歡吃 那種麵包店的那種 一口就可以一個的那種 對 一口一個 他一次吃兩個不得了了耶 我一次吃六個 你一次六個 你一次六個 他會變這樣 看他的臉 蛋塔臉 那你去那種港式飲茶 你一定會吃 一定會點蛋塔 就是 就是都是點給我吃 可是這種有點太大 我喜歡是稍微再扁一點的 然後我一次可以殺一口 然後 葡式蛋塔 對對對 那炸雞店賣的那你OK嗎 我超愛吃的 我都會叫一盒來 然後 那個超級甜耶 他臉還會夾死啊 他臉還會夾死啊 謝謝 我們講那個銅鑼燒 銅鑼燒是兩百六十七大卡 OK 比較低 菠拉愛夢的最愛 對 可是Pancake大概的話 就大概五百多卡 五百五十 而且熱量就很高 那有一種 銅鑼燒裡面還有加奶油的 有 那泡芙是這個 今天製作單位買的是小泡芙 小的 這個嗎 這個大概是那個老人的那一種 小的一些了 大的呢 大的兩倍啊 大概三百五以上啊 我可以幫你打開看看美麵嗎 記得要留給我 我會想看 我會想看 世佳應該有了 等一下 然後 有五次啊 有五次啊 還有Muffin Muffin Muffin是這個 這個 我最喜歡的Muffin 今天這個比較大耶 比我想像中的大 對 三百一十八大卡 這好像香鍋喔 你們覺得 這應該是不止 這三一八 想得好怪 不止 他應該有四百大卡 其實Muffin Muffin的熱量很高 到四百 他應該四百 四百 四百喔 我 Muffin其實很高 我拿到Muffin就會想到橘子 Muffin Muffin 香猫胎 香猫胎 他頂開 你頂我 好像喔 Muffin Muffin Muffin很喜歡嗎 好像 有誰喜歡 你要吃一點嗎 我吃一點點就好了 來一點啦 不要客氣啦 他像 小白衣上 不要客氣嘛 不要客氣 我比較好奇這個 攝影大哥 你喜歡吃什麼的 我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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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 我檢查 那是哪一家的 他先偷我們廠商的 你也是麵包達人 我一定要餵他吃一口 來啦 我真的 來啦 欸你就知道麵包對我們多重要 是 你現在哪個很重要 隨時口袋都有一個 發式焦糖奶酥 在哪裡啊 哪裡啊 發式焦糖奶酥 410大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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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麵包的重點就是有麵粉那個東西對不對 對 那麵粉製成的食品對身體有沒有什麼 譬如說像糖糖病啦 人就不能吃太多的麵包 綠糖 那怕長皺紋的女生呢 就不能吃太多的麵包 量要控制 那怕長皺紋的女生呢 就不能吃太多麵包 還有長青春豆的人 就不能吃那些奶酥酥的麵包 油膩 容易長痘痘 那如果說 怕長痘痘 喜歡漂亮的話 就跟我一樣吃這種 雜糧麵包 可是它熱量很高 對啊 可是量不要太多 你吃雜糧麵包 你可能搭配一些水果的話 其實是很飽的 我覺得麵包的問題在哪裡呢 它就是 它可人可妖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腰是腰食物的腰 腰塊的腰 對 它可人可妖 就是它可以吃正餐也可以吃點心 是 以至於你當它 你把它當正餐吃的時候 你會認為你在吃點心 就多吃幾個 而且它會讓所有減肥的人 有鴕鳥心態 沒錯 也會不會泡 吃下去隔天 你知道 體重還是沒有減下來 反而增 增加 而且整個人會碰皮起來啊 我很多病人要減肥 我是跟他說 你只要不吃麵包一個月 保證你瘦 對 我試過 一不吃麵包就瘦了 我試過 後來呢 我是要開車走路 看到任何麵包店 我一定會停下來 然後進去走一圈 帶幾個出來 然後有一次我就決定 我這個月 絕對不再 買麵包店 那你看到麵包 吃麵包店 就跟那四孔姐 全部把它當下來 最近那影片有沒有 瘋了 燒到菜 自己吃不到也要 就把人家毀了吧 剛才一方說的 那一個月真的瘦 就是要不吃麵包 一定瘦 對不對 對啊 剛剛吃了那麼多麵包了 而且我最主要是麵包 它裡面是讓我們血糖快速上升 而且會讓脂肪比較會堆積 所以吃麵包 胖是胖肚子 好慘喔 現在剪小婦那一集就白露了 不要髒 不過謝謝啦 今天也分享多 那麼多好吃的麵包給大家 謝謝 我們也吃飽了 吃飽了 吃飽了 謝謝四位 謝謝 放飯根本就不用吃了 我們喝就好了 這 오늘來看 我們也下次來吧